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的阿俊 繼續猛鬼大廈 上集我們玩完二十日章,完成了一個結局 不過其實還有很多東西我們還未觸發 今集我們嘗試觸發多一點點東西 而且好像都可以看一下支線 第一個支線痴情不在,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先看看 小儀,你真正 你不要那麼激動 怎麼可能激動呢? 好啊,真是好啊 天,我就放在桌上 下次我再來 我想問,是不是同一個人來?我怕死 慢走 賢 阿嬸 那個老坑有來啊?這個星期提幾次啊?她不會真的對你有感情吧? 你來這裡做什麼? 我不可以來找你嗎? 你很少出現的喔,不用陪老婆嗎? 我就是有時間才來,想不想你呢? 進來再說吧 你怎麼不聽我的電話啊? 是嗎? 可能我沒有留意到啦 咦? 後面有個應該不像出街背囊,或是書包,難道石賢有個兒子呢? 整個星期都沒有注意嗎?你都可以打給我 嗯,sorry 我不是要罵你,我也是擔心你 上次你說流水的問題解決了沒有? 我有請師傅看過的了 不過他說是樓上的館太舊,開始流水 所以要跟房屋處投訴給他們處理 那不是很麻煩嗎?這棟的爛樓真的不行 幾十年的大廈,總是有些問題啦 要不要喝杯東西啊? 好啊 嗯,坐吧 最近很忙嗎? 差不多啦 有沒有想過搬出去啊? 最多我陪你一起找地方啊 我負擔不起啊 這裡不錯啊,租又便宜 而且客人都習慣了 來吧,喝杯水 你還打算做下去嗎? 我上次不是跟你說過,叫你不要再做了嗎? 不做這個,我還可以做什麼啊? 什麼都可以啊 我得中三程度,又不懂電腦 我找到工作嗎? 幾年紀的人啊 試過做師傭,經常都被騷擾 最後老闆怕麻煩,炒了我 那你覺得,我還可以做什麼啊? 那你慢慢找咯 不做的話,你是不是會照顧我啊? 我是不想你繼續這樣下去啊 你也要考慮一下我心情啊 難道我每天見到你被其他男人碰 我會很開心嗎? 說些這麼自私的事 又是啊,如果你這麼不想的話 為什麼不付出一下呢? 自私?我怎麼自私啊? 你出去問其他人啊 看看有哪個男人 可以忍受自己的女人 每天被不同男人摸身摸細啊 你跟他們有什麼不同啊? 當初,你不是又是他們其中一個啊? 我不同啊,我是真心喜歡你啊 喜歡我? 但是你有老婆子女啊 哼,我聽了很多次你說喜歡我 但除了喜歡我之外,你還可以給我些什麼啊? 什麼意思啊? 你之前說得很清楚 我們沒有未來 你不用管我做什麼啊? 我怎麼可能不理你啊? 我為你付出了那麼多 我很關心你,很愛惜你啊 我需要的不只是這些啊 你不可以給到我想要的東西啊 我希望我們可以穩定下來 建立一個家 但你給不到這些東西給我啊 你怎麼突然又這樣呢? 我們不可以像以前那樣,一起開心心嗎? 阿神,我們不年輕的了 就算只是希望你可以給我一些承諾 但你似乎連這樣的希望都沒辦法實現啊 既然是這樣 我做什麼工作,跟誰在一起,有關你什麼事啊? 你是不是不愛我了? 你不是說你很愛我嗎? 我愛?我好愛啊 但你愛不愛我啊? 我愛啊,阿賢 我愛你啊 不是啊 有一條丑啊,是不是可以掛它啊?我想問 看看,我們不用跳過的 今天一手 可以這樣嗎? 不行啊 你不愛我? 哈哈 繼續 你根本就不愛我? 我們分手吧 我們 分手吧 還可以 這個戒指,我還給你 我不想再繼續下去了 我不要啊 不想再見到你 阿賢,你不要這樣吧 你聽我說吧 你走吧 阿賢啊 你走啊,走啊 好啊 我想我們沒有什麼好調查,都是爆上門,有樹片 這些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哎呀 燈鈕不可以按,關門吧 好啊 這個其實就是阿石賢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他是這樣跟他那個男朋友分手 如果是G線2好像在這裡 好啊,大陷害先看看 然後再看我主線 秦樓的時候經過了515單位 這裡不是那對吵架夫婦的家 那個太太為什麼要站在鐵閘前面呢 太太,你沒事吧 他一直看著鐵閘上面 咦,這裡的閘,為什麼鎖了 你被人鎖在裡面嗎 你需要我幫忙嗎 太太 他完全不理我 我受救了 我不想再留在這個家 什麼啊 你說什麼話 我要和你離婚 黃妹,我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你有得選 什麼意思 難道我不可以離開你嗎 就是不行 你怎麼可以離開我 你以為你是誰 你嫁給我就是我的人 神經病 我警告你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你和樓下的小孩的事情 如果他敢再來見你 我保證刮到他會變獄獎 咦,究竟我四眼仔 和那個女人是不是有什麼關係 你根本不是人 是嗎?我如果不是人 那你是什麼 你這個賤人 唉,又吵架 糟糕了,不阻止也不知道會不會有意外 怎麼又是你啊 你想怎樣 阿森 我聽到你們吵得很厲害 有什麼問題 不可以好好地說 關你蠢事嗎 你是不是想被人打 我聽說你又想對你老婆動手動腳 我和我老婆的東西關你溝通 無論那個是誰 打人都是不對的 如果你不停手的話 我只能夠報警 你這個賤人 你來了多少天啊 你管我家事 我不是想你來家事 我只是不想眼白白看著你老婆又被人打人 既然你都說我糟糕了 那沒辦法了 我只能夠報警 做得好 你報啊 舊僵你又報 只要我再聽到你們再吵架 又或者我看到你老婆又受傷 我一定會報警 哎呀,他怕我 我想這個男人都不會聽的 不過似乎靜下來 希望剛剛說話可以稍微讓他冷靜一下 不然就只可以報警了 我以為那個激動的男人會反省 不過過了兩天就知道錯了 再次巡捕單位的時候 發現太太又被人鎖在裡面 太太看來神情很哀傷 太太,你沒事吧 你是不是出不來? 你被你老公困住了? 嗯 他怎麼可以這樣? 要不要報警? 他這些叫非法禁錮 不需要了 但… 那不是辦法 真的不用了 很快 等多一會就可以了 很快? 他不理我 但他想表達什麼呢? 過了一段時間 當我經過四樓的時候 喂 什麼事? 我叫你 他真的不客氣 找我幹什麼? 你是這裡保安嗎? 是啊 我是替工 總之住客有什麼困難 你都應該幫吧 是不是? 你有事要我幫忙嗎? 那…這個給你 有個紅膠袋 裡面不知道再住什麼 是藥 這是什麼來的? 這件事 你幫我給樓上單位的那個黃小姐 黃小姐? 那為什麼你不拿去呢? 是啊 你不是保安嗎? 你不知道這裡還住什麼人嗎? 我來了兩天而已 誰記得嗎? 還有 515號單位就是那一隊經常吵架的夫婦? 就是這樣 你一定要交這袋東西給他 但記得不要給他 那個混蛋 你要我把這袋東西給那位太太 但是又不能讓你老公知道 是嗎? 是啊 不要不見或者不記得 很重要的 那為什麼你自己不去呢? 你住在樓下而已 就是了 不行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讓那個混蛋見到我 總之你幫我吧 OK 好吧 我幫你送給他 謝謝 沒得選的 都要交的 不要太八卦打開別人的東西 答應了黃羊的要求 把膠袋拿上5樓 再交給王妹 這些是什麼來的? 太太 是樓下黃先生叫我給你的 裡面是什麼東西來的? 我不知道 沒有看過 黃妹打開膠袋 看看裡面 我們都八卦看看 似乎裡面是有點弱的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沒有 沒事 麻煩你 黃妹說完 馬上就回家 不再理會我了 雖然覺得這件事有點奇怪 不過想到黃妹受困的情況 或者她托黃羊買這些東西 第二天再去五樓巡 就發現 黃羊在這裡偷偷摸摸地跟黃妹說話 他怎麼樣? 睡了 那我們走吧 走? 怎麼走? 我都沒有鎖匙 這種鎖匙 我來弄開它 黃羊拿出一把小型斧頭 想都不想就對著鎖鏈砍下去 發出一些框框聲 他似乎不在乎五一五室裡面 余偉雄是不是會醒 砍了幾下 鎖鏈終於斷了 鐵閘就打開了 你收拾好東西了嗎? 嗯 那走吧 我們快點走吧 我在一邊偷偷觀察著他們 匆忙地逃離 還未搞一次發生什麼事 他們兩個人已經消失了 當時雖然充滿好奇 不過覺得不應該去理會別人那麼多 尤其是黃妹逃離了這個虐待人的丈夫之後 但是第二天 當我經過五樓的房間的時候 咦?為什麼這道門開著? 昨天黃羊來了 帶走了黃妹 我就不想多事 所以什麼都沒有碰 但是為什麼今天這道門一直都開著? 他還在睡著 會不會死了 他還在睡覺? 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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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在那裡的余偉雄 無論我怎樣叫他 他還是動都不動地躺在那裡 余先生 你醒一下 有些不好的語感 試一下聽他的呼吸聲 但是 嘔吐了 他不會斷氣吧 真的死了? 為什麼這樣? 他不是睡著了嗎? 阿 難道昨天那兩個人離開時,余偉紅其實已經… 糟糕了,他們兩個合謀殺人? 無論怎樣叫,余偉紅都完全沒有反應 後來被確認死於床上,他是被毒死的 來自廚房裡面的一部湯,我知道毒在哪裡來 廚房的垃圾桶還有一個膠袋 裡面有黃羊要我們轉交給黃媒的東西 不是有我們指紋嗎? 現在終於明白,原來這兩個又一直在策劃謀殺親夫的案件 由於515單位的居民都不在,所以都沒有必要再回收他們的遷出同意書 不過知道,在這一連串的不幸事件裡面自己是幫兇 究竟是對還是錯? 你不讓人抓先奇 看完兩個支線,我們就做一些正經事 應該就是要回去二十節,我們才可以改變到後面的結局 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直接這樣進去,會怎樣呢? 回來了?準備好了嗎? 張德君剛好就不在家,可以開始了 嗯,好吧 終於都要來,希望順利了 這次什麼都沒有,究竟會怎樣呢? 就已經準備好儀式了,枕頭帶拿了風圍書 應該要碰一碰它,不過還是不見人 看來都是一樣的 一樣的,我們先過一點 收復完它之後,我們就開始施法 我想次序都是跟我之前一樣 但是就要把它收下來 不過我們可以搖暈它 嘩?臭小子 糟糕了 會怎樣?幹什麼事? 我容器,哎呀,不對啊 方娟的鬼魂進去之後依附不到 她的魂魄被我打散了 不是吧? 唉 那不就是,是我害了她? 你又不要這樣說,方娟都以死之人來的 其實這樣也沒有分別 結果來說,對張德君也沒有什麼不同 那就算了 真的這樣?為什麼我覺得好像好心做壞事? 唉,不要想了,快點收拾東西去吧 要不然回來見到殺了我們 是 儀式失敗之後,就沒有再踏足她家裡半步 因為知道家裡已經不在 雖然張德君不知道,我們就覺得不好意思 不過好像李道言所說,她根本就不知道 自然就沒有表現出失意的樣子 相反,自從在我的幫助之下 找到一個鐵盒就沒有那麼瘋癲 她人就比較沉默 這段應該是一樣的 唉,兄弟 唉,張先生 你搬嗎? 她背著背包,還有幾個紙箱 嗯,我要搬了 找到新的地方住了? 暫時租了一個好好的單位 下腳再說吧 這樣啊? 對了,你要找到的東西找到沒有? 噢,那個 算了,我自己找到辦法了 究竟有什麼辦法? 我的心隱隱作痛 張德君周圍看,似乎對這裡有點不捨 沒有想到 我要離開這個地方 這份是我的搬遷同意書 不好意思,待著你這麼久 她給了同意書我 覺得這張紙有相當的份量 不要緊,我也理解你的 張先生,你好好照顧自己 我會的 我會的 她沒有說什麼 就緩緩地離開了昌榮樓 看著她不時回頭望向昌榮 我的內心充滿了深深的痛苦 或者方娟也是 雖然覺得遺憾 不過最終都沒有辦法 令她們再次聯繫在一起 當然張德君終於都可以重新面對她的未來 都算是一個令人欣慰的結果 希望可以 如方娟所願有一個新的開始 好了,我們完成了結局7 其實還有幾個結局 今集暫時玩到這裡 下集看其他支線 玩其他結局 再完成下一些我們未完成的結局 喜歡朋友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多謝各位收看,謝謝,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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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